这个数字科技公司到底是做什么呢 其实它旗下有很多的子公司 有些大家都还听过 像是这个591房屋网 还有跨足了原创T恤以及中股车交易 可以说是十一柱形通通都包了 由于这个动作遭到起诉 今天他们的股价也都应声跌停 数字科技今年1月20号风光上跪 挂牌价240元 第一天就上涨超过三成 让外界再度留意到这家专门 以阿拉伯数字为名的网站公司 数字科技最早是以8591保物交易网起家 接着跨入591房屋交易网 近几年再投入原创T恤及汽车交易 未来更打算跨足美食及教育市场 可说是十一柱形全都包 从财报来看 数字科技近四年每年的EPS都超过10元 也就是每年至少赚回一个资本额 去年营收9.42亿元 税后净利3.43亿元 美国税后盈余来到12.29元 今年6月中更宣布要增资180万美元 跨足香港成立房屋网 如今却爆发涉嫌违法 吸金28号股价隐身跌停 不过分析师认为影响应该只是短期 那其实他在一开始炒创之初 其实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交易平台出现 用吸金这两个字可能会让人产生不当的影响 可能会觉得他有一点诈骗的嫌疑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其实只是因为他没有去申请 所谓的这个金管会的一个认可 去核准他营运这项业务 短线上的影响是一定会有的 至于什么时候他能够结束影响 就看公司的出来的澄清的方向 这个一般的投资大众 甚至在消费者能不能够接受 事实上数字科技上柜前旗下的 保物交易网就已经遭检调搜索 当时就是追查此案 但柜买中心还是通过让他挂牌上柜 这次利空重息股价 能否随着数字科技出面澄清而厘清 外界都很关注 有点TV五家肖柏青台北报道